战龙不疲交金丝满岸 老残便道 哦 这事我已明白 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 你们掌柜的自然应该替他守时区的 但是他一个老实人 为什么要这么害他呢 你掌柜的没有打听打听吗 电火说 这事一被拿我们就知道了 都是为他嘴快惹下来的乱子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府里南门大街西边小胡同里 有一家子 只有父子两个 他爸爸四十来岁 他女儿十七八岁 长得有十分人才 还没有婆家 他爸爸做些小生意 住了三间草房 一个堵墙院子 这官女有一天在门口站着 碰见了府里马队上 时常花胳膊王三 因此王三看他长得体面 不知怎的 活儿八月的就把他弄上手了 过了些时 活该有事 被他爸爸回来一头碰见 气了个半死 把他官女着实打了一顿 就把大门锁上 不须女儿出去 不到半个月 那花胳膊王三就编了法子 把他爸爸也算了个强盗 用战笼战死 后来不但他官女算了王三的媳妇 就连那点小房子 也算了王三的产业 俺掌柜的妹夫 曾在他家卖过两回布 认得他家 知道这件事情 有一天 在饭店里多吃了两盅酒 就发起疯来 同这北尖上的张二秃子 一面吃酒 一面说话 说怎么样远古 这些人怎么样没个天理 那张二秃子 也是个不知厉害的人 听得高兴 静往下问 说他还是一和团里的小师兄呢 那二郎官爷 多少正神常附在他身上 难道就不管管他吗 他妹夫说 可不是吗 听说前些时 他请孙大圣 孙大圣没有到 还是猪八戒老爷下来的 哎 倘若不是因为他没良心 为什么孙大圣不下来 倒叫猪八戒下来了呢 我恐怕他这样坏良心 总有一天 碰着大圣不高兴的时候 举起金箍棒来给他一棒 那他就受不住了 哎 两人谈得正高兴 不知早被他们团里朋友抱给王三 把他们两个面貌记得烂熟 没有数个月的功夫 把他妹夫就毁了 张二秃子知道势头不好 仗着他没有家去 天明四十五 逃往河南归德府去找他朋友了 嘿嘿 酒也完了 你老睡吧 明天倘若进城 千万说话要小心 阿门这里人人都担着三分惊险 大意一点 战龙就会飞到波耿上来的 于是站起来 桌上摸了个半截香线 把灯拨了拨说 我去拿油壶来给你添添这灯 老三说不用了 各自睡吧 两人分手 到了次日早晨 老参收捡行李 叫车夫来搬上车子 电火送出 再三叮咛 进了城去 切勿夺话 要紧要紧 老参笑着答道 多谢关照 一面车夫将车子推动 向南大路警发 不过五排时候 早已到了曹州府城 进了北门 就在府前大街 寻了一家客店 找了个厢房住下 跑堂的来问了饭菜 就照样拌来吃过了 便到府衙门前来观望观望 看那大门上 循着通红的彩绸 两旁果真有十二个战龙 却都是空的 一个人也没有 心里诧异道 难道一路传闻 都是谎话吗 猝了一会儿 人字回到店里 只见上房里 有许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 院子里放了一间 兰倪大教 许多教夫穿了绵袄裤 也戴着大帽子 在那里吃饼 又有几个人 穿着浩衣 上写着城武县名状字样 心里知道 这上房住的必是城武县的 过了许久 见上房里家人喊了一声伺候 那教夫便将轿子搭到街下 前头打红伞的拿了红伞 马棚里牵来了两匹马 当时上房里红泥帘子打起 出来一个人 水晶顶 捕挂潮珠 年纪约在五十岁上下 从台阶上下来 进了轿子 呼的一声 抬起出门去了 老参见了这人 心里想到 何以十分面善 我也未到草鼠来过 此人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想了些时 想不出来也就罢了 阴天时尚早 赴到街上访问 本府正姬 竟是异口同声说好 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 不觉暗暗点头 身府古人 柯正猛于虎 一语真是不错 回到店中 在门口略为小座 确好那陈武县 已经回来 进了店门 从玻璃窗里 朝外一看 与老残 正属四目相对 一晃的时候 轿子 一到上房间下 那陈武县 从轿子里出来 家人放下轿帘 跟上台阶 远远看见 他向家人 说了两句话 只见那家人 急向门口跑来 那陈武县 仍站在台阶上等着 家人跑到门口 向老残道 这位爷 可是铁老爷吗 老残道 正是 你何以知道 你跪上姓神吗 家人道 小的主人姓神 心从省里出来 府台为蜀 城武县的 说请铁老爷 上房里去坐呢 老残恍然想起 这人就是文案上委员 深东造 因虽会过两三次 未曾多余接谈 故记不得了 老残当时上去 见了东造 彼此坐了个一 东造 让到里间屋内坐下 嘴里连称 放肆 我换衣服 当时将官府脱去 换了便服 分兵主坐下问道 补翁 是几时来的 到这里多少天了 可是就住在这殿里吗 老残道 哦 今日到的 出省不过六七天 就到此地了 东翁市几时出省 到过人再来的吗 东造道 兄弟也是今天到 大前天出省 这驸马仁义 是接到省城去的 我出省的前一天 还听姚云翁说 公宝 看补翁去了 心里着实难过 说自己一生 切种名士 以为无不可招致之人 今日竟遇着一个铁军 真是浮云富贵 反省内照 欲觉得龌龊不堪呢 老残道 公宝 爱才若渴 兄弟实在钦佩的 至于出来的缘故 并不是肥顿名高的意思 一则深知自己 才疏学浅 不成鱼样 二则 因这御太尊声望过大 到底看看 是个何等人物 至高尚二字 兄弟不但不敢当 且亦不屑为 天地生财有数 若下于蠢陋的人 高尚脸也好借此长桌 若真有点济世之才 镜子顿世 岂不辜负 天地生财之心吗 东遭道 吕文治乱 本极佩服 今日之说 则更无体投地 可见长举 杰弱等人 为孔子所不娶的了 只是 沐下在补文看来 我们这御太尊 究竟是何等样人 老参道 不过是下流的酷吏 又比智都 宁城等人 刺一等了 东遭连连点头 又问道 哎 地等耳目有所隔队 先生不一游历 必可得其实在情形 我想 太尊残忍如此 必多冤枉 何以尽无上空的案件呢 老参便将一路所闻 细说一遍 说得一半的时候 家人来请吃饭 东造 碎柳 老残同吃 老残 亦不辞让 吃过之后 又接着说去 说完了便道 我有一事疑惑 今日在府门前瞻望 见十二个战龙都空着 恐怕乡人之言 必有靠不住处 东造 哎 这却不然 我是在何泽县署中 听说太尊 是因为晚日得了院上行之 除以捕兽石缺外 在大岸里 又特保了他个 以道员再任候补 并似归道员班后 赏家二品贤的宝举 所以 停行三日 让大家贺喜 你不见 衙门口挂着红彩绸吗 听说停行的头一日 即是昨日 战笼上还有几个 半死不活的人 都收了奸呢 彼此叹息了一回 老残道 哎 这汗路劳顿 天时不早了 安息吧 东造道 明日晚间 还请网驾谈谈 地有极难处置之事 要得领教 还望不弃才好 说吧 各自归弃 到了次日 老残起来 见到天色阴得很重 西北风虽不甚大 觉得棉袍子在身上 又飘飘欲仙之质 洗过脸 买了几根油条当的点心 没精打采的 到街上徘徊些事 正想 上城墙上去 眺望远景 见到空中一片一片的 飘下许多雪花来 顷刻之间 那雪便纷纷乱下 回旋穿插 越下越紧 赶急走回殿中 叫殿家拢了一盆火来 那窗户上的纸 只有一些大些的 悬空了半截 经了雪的潮气 迎着风 祸子祸子在下 旁边零碎小纸 虽没有声音 却不住地乱摇 房里便觉得 阴风森森 异常惨淡 老残坐着无事 书又在箱子里不便取 只是闷闷地坐 不禁有所感触 虽从枕头匣内 取出笔焰来 在墙上提尸一手 专用御弦之事 诗月 得师轮吉随 应知吉士功 冤埋长雀暗 学然顶珠红 处处羞流雨 山山虎暴风 杀民如杀贼 太守 是圆融 下题 江南徐州铁鹰提 几个字 写完之后便吃午饭 饭后 那雪月下得大了 站在房门口朝外一看 只见大小树枝 仿佛都用促心的棉花 裹着似的 树上有几个老鸭 缩着镜向避寒 不住地抖入羽毛 怕雪堆在身上 又见许多麻雀 躲在屋檐底下 也把头缩着怕冷 其饥寒之状 疏绝可怜 应想 这些鸟雀 无非靠着草木上结的石 并非小虫蚁而冲击肚命 现在 各样虫蚁自然都是入折 见不着的了 就是那草木之石 经着雪一盖 哪里还有呢 倘若明天晴了 雪略为化一化 西北风一吹 雪又变作了冰 仍然是找不着 岂不要饿到明春吗 想到这里 觉得替这些鸟雀 愁苦的受不得 转念又想 这些鸟雀虽然动饿 却没有人放枪伤害它 又没有什么网络来捉它 不过暂时饥寒 撑到明年开春 便快活不尽了 若想着曹州府的百姓呢 近几年的岁月 也就很不好 又有这么一个酷虐的父母官 动不动就捉了去 当强盗带 用战龙战杀 吓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于饥寒之外 又多一层惧怕 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 想到这里 不觉落下泪来 又见那老鸭 有一阵呱呱呱地叫了几声 仿佛它不是浩瀚踢机 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 来教着曹州府百姓似的 想到此处 不觉怒发冲冠 恨不得立刻将这玉璇杀掉 封出心头之恨 正在胡思乱想 见门外来了一阵蓝泥叫 并直视人等 直视山东造拜客回殿了 你想 我为什么不将这所见所闻的 写封信告诉庄公宝呢 于是从枕箱里取出信纸信封来 提笔便写 那只刚才提笔 在燕台上的墨早已冻成尖兵了 于是喝一点 写一点 写了不过两张纸 天已很不早了 燕台上喝开来 笔又冻了 笔喝开来 燕台上又冻了 喝一回 不过写四五个字 所以耽搁功夫 正在两头忙着 天色又暗起来 更看不见 因为阴天 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 于是喊店家拿盏灯来 喊了许久 店家方拿了一盏灯 缩手缩脚地进来 嘴里还喊道 好冷呀 把灯放下 手指缝里加了个纸梅子 吹了好几吹 才吹着 那灯里是心道上的洞油 堆得像大螺丝壳似的 点着了还是不亮 店家道 等一会儿油画开就亮了 拨了拨灯 把手还缩到袖子里去 站着看那灯灭不灭 起初灯光不过有大黄豆大 渐渐地得了油 就有小蚕豆大了 忽然抬头看见墙上提的字 惊慌道 哎 这 这是您老写的吗 写的是啥 哎呦 你可别惹出乱子呀 这可不是玩的 赶紧又回个头 朝外看看 没有人 又说道 弄得不好 要坏命的 我们还要受年累呢 老餐笑道 底下写着我的名字呢 不要紧的 说着 外面进来一个人 戴着红鹰帽子 叫了一声铁老爷 那店家就亮亮呛呛呛地去了 那进来的人道 闭上请铁老爷去吃饭呢 原来就是深冬造的家人 老餐道 请你们老爷自用吧 我这里已经叫他们去做饭 一会儿就来了 说我谢谢吧 那人道 闭上说 店里饭不中吃 我们那里有人送的两只山鸡 已经都骗出来了 又骗了些羊肉骗子 说请铁老爷 务必上去吃火锅子呢 闭上说 如果铁老爷一定不肯去 闭上就叫把饭开到这屋里来吃 我看还是请老爷上去吧 那屋子里有大火盆 有这屋里火盆四五个大 暖和得多呢 家人们又得伺候 请你老成全家人吧 老餐无法 只好上去 深冬造建了说 不汪 在那屋里做什么 嫩大雪天 我们来喝两杯酒吧 今儿有人送来 极新鲜的山鸡 烫了吃 很好的 我就借花献佛了 说着便入了座 家人端上山鸡片 果然有红有白 煞是好看 烫着吃 味更香美 冬造道 先生吃得出有点异味吗 老餐道 果然有点清香 是什么道理 冬造道 这鸡出在肥城县桃花山里头的 这山里松树极多 这山鸡专好吃松花松食 所以有点清香 俗名叫做松花鸡 虽在此地 亦很不容易得的 老餐赞叹了两句 厨房里饭菜 也就端上桌子 两人吃过了饭 冬造约到李建房里吃茶 向火 忽然看见老餐穿着一件棉袍子 说道 哎哟 这种冷天 怎么还穿棉袍子呢 老餐道 哎 毫不觉冷 我们从小不穿皮袍子的人 这棉袍子的力量 恐怕比你们狐皮还要暖和些呢 冬造道 哎 那究竟不妥 来个人 你们把我扁皮箱里 还有一件白胡一滚圆的袍子取出来 送到铁老爷屋子里去 老餐道 哎 千万不必 我绝非客气 你想